請教一下這個亮哥 因為現在在選後 柯文哲他就說要開始培養人才 因為他看出來一個小黨 一個新興的黨 他的人的確是不夠多 但是對於已經老手了好手的 像蔡壁爐這樣子 他怎麼看待的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蔡壁爐 不是這兩天參加這個感恩餐會嗎 結果第一場在北部沒有人通知他 好了那這兩天在彰化台中 有兩場他又出席 也有硬要出席 那今天出席的時候 他圍了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小圍巾 那有人就問他說 他說因為他覺得中部比較溫暖 所以今天圍巾比較小 然後還有看到說他參後 跟柯文哲兩個人 單獨的在這個旁邊外面戶外 大概是聊了有10分鐘 但是有人就說了 黨內對於蔡壁爐 是不是真的很不尊重 也不是那麼的在乎他 為什麼呢 因為包含了他去中部的這一場的感恩餐會 連他的名字都被寫錯了 好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這一份的這個感恩餐會上面的一個名字 第四位就是蔡壁爐 中央委員 幣給人家寫錯了啦 就是這也太誇張 蔡壁爐的名字寫錯的機率超過六成 超過六成 我應該很少人用牆壁的幣啊 真的啊 我第一次寫我也寫成郁啊 這一點我同意 這一點我同意 中央委員是一個職位 他是中央委員 他是黨的中央委員 蔡壁爐 那請導播再給我們回來看一下 就說蔡壁爐他在這個黨內的狀況 那當然一開始有人就是大作文章啦 就覺得說啊你就是也沒有尊重蔡壁爐嘛 雖然在北部雖然是感恩餐會 你們也邀請他去他也不知道 好那中部的時候又給人家名字給寫錯 所以有人就說好像感覺蔡壁爐怎麼沒有被重視呢 那另外沈富雄倒是不一樣的看法 沈富雄在節目上的時候呢 他剛好在一個友台的這個錄影的時候 蔡壁爐就剛好在他面前 他說他觀察蔡壁爐呢 是近代史上最有天分 政治天分的政治人物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因為呢 蔡壁爐跟他呢 跟這個柯文哲 因為從屏東上來嘛 那跟著柯文哲二三十年了 他把柯文哲調教的有模有樣 亮哥怎麼看 因為沈富雄認為他是把柯文哲調教的 有模有樣 這個我不同意 不同意 蔡壁爐的EQ比柯文哲好一百倍 是嗎 我是認為蔡壁爐 蔡壁爐如果說厲害是 他的有榮乃大 他可以跟各路各式各樣 個性拍替逃的人相處 這一點 這個能力真的很強 說實在 我講白了啦 蔡壁爐當初是被放生的 事實上沒有人 他下去台中選 選舉 民眾黨中央有幫他嗎 柯文哲有幫他嗎 一開始沒有 有衛生紙 我請問你有 有幫他募款嗎 沒有 都沒有 是嘛 他進總成立是誰幫他動員 盧秀苑跟顏寬盒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最後講話還去站台了 對不對 然後還跟國民黨的立委聯合肇事 這個大家都看在眼裡 那我也不認為這個是柯文哲搞的啦 可是這個就是民眾黨的問題 那誰搞的 簡單講就是內鬥嘛 就是有人要奪他的權嘛 就是 蔡壁爐就是 是另外兩個女人嗎 那個社會很容易這樣理解 我認為不只啦 不只啊 反正就是 認為蔡壁爐最了解柯文哲嘛 對 那如果選完再回到中央 那 還是很容易跟柯文哲接見 但他現在有一個新職位啊 中央委員 他可以管巴西的那個部分區立委啊 怎麼可能啊 國民黨的立委誰會理中央委員 你都民眾黨 不可能 國民黨也一樣 民進黨也一樣 民進黨中常委連立委都不甩 中央委員也很批用 所以這個虛有名 我是覺得 事實上我聽張將軍剛剛講 那個民眾黨未來的問題啊 我認為 還有兩個更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你就是一人政黨嘛 如果柯P失去了創新能力 你這個黨還有什麼 對不對 剛剛張將軍是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風險太高啦 你就是獨足在一個人身上 剛剛張將軍是說 你這個黨如果失去創新能力 事實上就是柯文哲失去創新能力 因為這個黨除了柯文哲之外 有能力的知名人士只有黃國昌嘛 其他七個立委 對 我很難期待他在立法院會變成明星啦 我講白了啦 我在立法院也蠻久 我在立法院十年 那黃珊珊呢 黃珊珊在市議會是明星嗎 你可以去問嘛 那到立法院他是第一屆 第一屆立刻可以成為明星嗎 還有第二個啦 你起碼要能夠選上區域立委吧 你不能都是部分區啊 就是說你要有一些將軍啊 要能夠獨立有地盤 要真正有陸戰的 我跟你講當年時代力量 那個當年那個時代力量 還從民進黨那邊要到缺啊 比如林翔佐就選上啊 民進黨禮讓啊對不對 那齊民黨 齊民黨是自己打下來的江山耶 新黨也是耶 他們都是有區域立委的 但是民眾黨是一屆都沒有 當然那個時代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代是多席制選區 是多席制選區啦 你現在是單一席制 單一席制你要選上就是很難的事情 對小黨是不利的 可是你不能沒有啊 這個單一席制的就是區域立委跟縣市長 你不能沒有夠強勢的人 比如說高宏安 高宏安事實上跟民眾黨中央也很遠啊 他事實上就是自己在經營他的新竹嘛 所以你們一定要有 跟你這個黨有明顯連帶關係的 然後可以打下江山的人 我們現在看不到這種人嘛 對 所以這也是這個民眾黨的一個危機 因為現在2月1號之後呢 這些新科立委就要進到立法院了 那當然呢就是各自要開始選委員會啦 然後呢之前已經先抽的辦公室了嘛 那我們看到因為韓國瑜抽到的是高嘉瑜的辦公室 粉紅色的 高嘉瑜說他你一家賠償就可以來進駐了啦 他說他自己辦公室在立法院是萬中選一號 可以抽中的是絕對是天選之人 雖然之前有人說你那個辦公室根本在漏水 然後也沒有處理好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選這個委員會 那徐曉欣呢 他說他進到立法院第一支援就是鎖定國防外交 要檢定前件國造案件 那網友就說他是現代花木蘭 亮哥怎麼看 因為你之前在立法院嘛 那抽這個辦公室啦 還有進委員會有什麼樣的make-up 因為新科的恐怕他沒有什麼選擇權 比如說國民黨熱中的經濟交通財政 徐曉欣一定沒有機會 所以他就挑國民黨相對冷門的司法 國防還有衛環 那衛環在民進黨就非常熱門 為什麼是因為資源分配可以很多 因為民進黨以前就是長期跟中下階層在一起 他你用得到啦 衛環的東西你用得到 因為勞動部就會衛環 那徐曉欣是讓他現在在念淡江戰略研究所 所以他算學以自用 所以我們樂見看他對潛艦國造能夠監督到哪裡 那必然會跟環山山發生衝突 這個高嘉瑜 高嘉瑜那個人家是在討論風水 那是環陽明在討論風水 因為高嘉瑜是青島二館 青島二館的落選率是最高的 但是也是有連任啊 像那個玉珍還有這個 是啦 高金他們都是連任啊 那就是韓國瑜那個 那一間剛好連續四屆都落選 可是如果他選上立法院長的話 就不一定要到這個辦公室啊 坦白說啦 我也很少看到王金平住在研究室 你知道吧 真正的辦公室 不是啦 一般到這個地位的人 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啊 在台北啊 比如說柯建民 柯建民他就在 他就在立法院的旁邊 他自己買了一個房子啊 他根本就很少在他的研究室 所以這個當院長 不要進來沾到這裡的煤氣這樣 不過我跟你講 您說韓國瑜不要進到這個高嘉瑜這一間 那柯智恩後來人家不分區又回來了 而且他沒有選上那一次去高雄歷念 留下這個實力也不錯啊 因為下一次陳其邁不能選啊 那搞不好 所以柯智恩要跟民眾黨好好相處 因為他要打敗這個 他在高雄如果要當選 他一定要跟民眾黨合作 這個很現實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l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臨入推薦 寢川普通常 已進哪 聯繫